区议会选举投票晚上10点半结束 法民主派在多个选区被追击 建制派的重量级人马出选 以及公民党和自由党对决都是今届的焦点 选举气氛比预期激烈 截至晚上9点半 超过110万选民投票 投票率是38.54% 比上一届同一个时段高大约2.57个百分点 至于分区方面 尼岛的投票率是最高有42.09% 而投票率最低的就是湾仔 投票率是34.67% 各区的点票工作都已经开始了 我们三个记者 龙慧鱼 彭国柱和尼君雅 分别在三个焦点选区 屯门乐趣 中西区的观龙 和沙田的第一城报道点票的最新情况 先看屯门的乐趣 法民主派今届在多个选区都有内控 其中屯门乐趣和葵青的丽华选区 都有人民力量追击民主党 选区最后关头 民主党主席何俊仁 疑私去到人流比较少的屯门码头那里拉票 他说不是要避开陈伟业的追击 只是想正正地和选民沟通 不是怕不怕问题 我无论堆在那堆人堆在那里 只有一个吵字 还有有一堆人今天来到主要是攻击我 也使我没有办法跟选民交谈对话 甚至连派张单张都没有办法 那我去那里做什么呢 跨区挑战何俊仁人民力量的陈伟业就说 升负是其次 选举工程已经达到目标 对象不单是乐趣选区的居民 而是这个全港的市民 所以既然这个是一个民主的运动 而重点是整个香港市民的政治意识的觉醒 这个对我来说不是着重在个人的得票 和政治的得失 外界关注繁文内控 会不会令到新界社团联会支持的审感添得利 由于乐趣是其中一个比较受注目的选区 所以这里也都有至少四个不同的团体 来到做票站调查 而在葵青丽华选区 人民力量的陈志全 追击民主党的李永达 民建联的朱丽宁就是第一次参选 李永达说选战胜负只会在100票内 武线电视记者龙惠鱼报道 记者龙惠鱼现在就在屯门乐趣选区 你这个区的投票率今届高不高呢 是的 吴景俊 这区的投票率其实现在还未出 还在点算 我现在就在乐趣选区两个选票站 其中一个选票站那里 现在已经见到变身成为一个点票站 看回单单是蝴蝶村这一道的点票站 它之前公布的总投票人数 已经是有超过3300多人的了 以这一区它有超过7000个 合资格的选民来计 投票率已经是接近一半 但是总的投票率来说 还要是等回这个乐趣选区 另外在龙古滩村公所那个点票站的结果出来之后 才会计算得到的 那头看回这个票站这一道 现在是见到一些职员在做这个分票的工作 那稍后呢 亦都会是即将进行点票的了 那在这个报道是这么多 先交给你 好的 那接着记者彭国柱呢 现在就在西环观伦选区的现场了 彭国柱 社民联的梁国雄空降来挑战民建联的叶洛谦 两个候选人怎么看自己的胜算 是的 景俊 刚才完了这个投票之后 我们都想联络一下两位的候选人 其中呢 社民联的梁国雄就上到来 这个投票站这一道呢 就跟他谈了两句 那他就说呢 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那就是呢 主要追击了另一个选手 就是这个叶国谦 那他就说呢 不肯估计这个胜算了 因为呢 他说留给选民是最后的选择 也都会等结果 至于另一个叶国谦呢 就是较早时呢 未关票站的时候呢 就上过来这一道试察过 但是其后就离开 但是相信呢 一会儿他们都会上来的 较早时呢 他们两个候选人呢 都是来到这一道呢 就是周围是派传单 那其中呢 这个民建联的主席谭耀宗呢 也都来到站台的 为了叶国谦 那两个人呢 都想尽最大的能力呢 去拉票 中西区官农选区 社民连梁国雄 追击民建联的叶国谦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 晚上到场拉票 被梁国雄呼喊 人家不过世 你出来说说话 官农是建制派的重要阵地 叶国谦争取连任 但是他连续第三届被空降架对手追击 谢谢 谢谢 另一个不重量级人物 工联会的陈婉贤 重出江湖 出选王大仙龙上选区 他在王大仙的商场拉票的时候 人民力量的任量献冲向陈婉贤 但是被他的助选团阻止 陈婉贤说他不认同任量献的冲击方式 有王大仙龙上选区选民说 上一届的区议员是自动当选 今次的选举有三个候选人竞争激烈 一定要投票 担心我们心目中的票选少了 以前冷漠一点 现在就不能积极一点 因为觉得有威胁 这一个选区一共有近12000名的选民 点票中心这里仍然在准备 目标大约10分钟后就应该开始运作了 官农这里有3700多人投票 比起有7000多个选民投票率也是不错的 预计几个小时后就会有这个结果 好 情况先看到这里 先交给你 景俊 好 至于公民党方面 他们在中西区和沙田区 在投票结束前都打告急牌 距离投票结束时间还有大约一小时 公民党陈淑庄打告急牌 找来公民党前党魁若若未帮手拉票 当然我现在的分析都是非常担心 都是觉得是不理想 非常之不理想 因为看到对手的动员能力比07年高很多 对手自由党陈浩年就有周梁淑仪拉票 我会努力到最后一分钟 希望多些认同我过去两年工作的居民 会出来支持我投我票 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 民主党前主席李柱明都来支持陈淑庄 自由党主席刘建宜 和荣誉主席田北俊为陈浩年拉票 至于公民党另一个重量级人马 立法会议员汤家驊在艾曼开始打告急牌 他是第一次参与区选出战沙田第一城选区 其实我知道对方有很大的决心 是不让我们胜出的 所以他们的动员是非常之彻底 在一个这么小的选区里面 如果你动员做得好 其实是可以影响选情的 在第一城做了11年 业委会总主席 也是现任区议员黄家荣 他明显信心比较强 我想到现在审讯乐观 因为都不停有街坊和港支持我 但因为实际上不知道选区结果 所以我能够只是用审讯乐观去说 有选民说会支持有实质政绩的人选 我自己的标准就会影响他在我们这个地区 做过什么工作 就跟政治明星没什么关系 不是说一定是众人觉得是德国望重的 一定是合选 因为如果你不让其他人有机会的话 你永远都不知道其他人是可以得的 沙田第一城选区有大约8000个选民 无线电视机者楼俊安部 李君牙现在就在第一城的点票站 李君牙 两个候选人有没有来看点票 暂时我这里先跟大家讲讲 第一城这里有两个候选人 分别是公民党的汤家华 和争取连任的独立候选人黄家荣 暂时我们看到 在黄家荣在这里 留意点票的情况 但反而汤家华 在刚才投票结束之前 大概是10点5的位置的时间 就来到投票站这里 想着看看在最后冲刺的一刻 三门之前还有没有选民进来投票 刚才和黄家荣都谈过 他就说他自己有把握 可以拿走这里大概5成5的选票 暂时到现在 其实在投票人数方面 这一区比往界高了一点 在8300多个选民里面 其实都有4700多人来投票 黄家荣就有信心 这一帮人是因为看重他的地区工作 而亦都因为国民党过往在议题方面的立场 而影响到他们投票支持他 汤家华就说他自己有一定失败的准备 不过都希望在三个时间可以看到 两者的选票是有收窄的情况 我们在这里都会留意点票的情况 先时间交给你 谢谢 在九龙城黄埔东选区选民就是以中产为主 争取连任的梁美芬 面对着民主党和人民力量的候选人挑战 在黄埔东 三个参选人在同一条街短兵相接 三年几前空降这一区 成功拿到议席的独立候选人梁美芬 今届争取连任 但不同政策的人他很喜欢用标签或者梅黑 我想这个只可以是不同的议员 他自己的选择 他自己的作风 但我就不会选择这样去做 我希望我们的议会能够是更加理性地 去包容不同的意见 我们次参500票 就可以踢走黄党 最激凉美芬的民主党候选人黄碧云 他们长期参与地区工作 有信心得到这区的议席 梁美芬说自己不是保皇党 他说他自己是独立人士 但实际上今天帮他助选 很多是民建联的义工 所以他基本上在欺骗选民 我们的竞选口号 就是借绝虚伪实事黄暴 敌走保皇党 敌走保皇党 制裁危民主派 本身是医生的人民力量参选人 欧阳英杰 表明会追击这两个对手 但他说避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尽量避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一方面他们两个始终前辈 又是女性 我自己是一个年轻人 都无谓太过直接冲撞 黄暴东的选举气氛激烈 这里的选民也特别踊跃去投票 上一届区议会选举 这里的投票率就有44% 比全港整体高出6个百分点 博士电视记者 郑思思报道 行政长官曾林权在投票结束之后 去到跑马地一个点票站巡视 他认为今次的选举显示香港民主进程又迈进一步 很明显今年的参与投票的香港市民的人数 显著是多了的 这个反映出就是市民很认同区议会的工作 也都是支持这个选举的活动 在一个民主过程中 真的踏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大家看到我们整个选举过程都是用公平公正公开 诚实的情况而举行的 那我好相信很相信 这个最后结果都是香港人各位尊重的 曾林权连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 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 和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 去到跑马地黄黎聪市政大厦的点票站 看着工作人员打开票箱 截至下午的五点 选管会收到1600宗关于区议会选举的投诉 绝大部分都是跟选举广告和拉票活动有关 选管会主席冯华询视过票站 他认为投票运作暢顺 在沙田衔径村有候选人和屋村部安 因为投票的位置争执 混乱中有保安跌低受伤 要送丸 在旺角也有不同阵营的助选团 因为占摆放宣传品的位置 而发生肢体冲突 期间有人报警 警方到场了解 有团体在新浦缸票站外 映下了有人怀疑抄下一些长者的资料 又提醒长者如何去投票 警方晚上向有关人士查问 选管会主席冯华询视票站之后指出 收到的大部分投诉和选举广告和拉票活动有关 被问到候选人和助选团可不可以抄下选民的资料 逢华说不评论个别的个案 例如不可以用武力或者脅迫的手段 有些人投票或者要尊重别人的投票的保密性 这些的权质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他又提到选前一天公开谴责大维美林村两个互助委员会 违反选举指引 选择性只是被一个候选人展示选举广告 他说是要警惕其他人不要做同样的事 无线电视记者五位会报道